我想说守护歌 一首歌可以开心 心中的小故事 一首歌曲 会让你念着某一个人对吗 也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伤疤 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的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也不管你伤在哪一个部位 都会让你和任何人没有什么不同 除非有的时候我们会跟自己说 这个伤疤 每一次在好的时候 我都会把它切开给别人去看 而我想说绝口不提 并不代表不想念啊 离开某一个人 并不代表不记得 所以好多东西您会不会觉得 您装得越是无所谓 您越是在乎 这个叫不叫做欲改迷藏呢 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 却口不提 总是以为 总就化作云淡风景 爱你到底 所以有些人明知道已经走远了 却依旧执着的留恋着过去 还在投入着 也许有的时候 我们明明知道心里好累好累了 可是你依旧还固执地去支撑着 去顽抗着 甚至我想说 那些没有意义的任何事情 您真的可以放下的话 就不会告诉别人 我不在乎 因为我想说 我们在乎 只是不想别人看出我们的懦弱 所以我觉得一个固执的人 看似好像是牢不可破的护甲 我想说我也曾经固执过 我也曾经装着无所谓过 可是这个固执 我们能够骗得了别人 真的可以骗得了自己吗 其实刺伤的 不正是自己的那一颗心吗 我想说说虎哥 人生不过就是一张单程的车票 所有走过的 所有经历过的 那都是不可更改的历史 当您不再拥有的时候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告诉自己 不要忘记 我允许了自己 承受着悲伤到甜蜜 我不愿放弃 只要故意默默允许 我答应自己 爱你的心 却口不提 所以有些人呢 他应该是活在你的记忆当中 刻骨铭心 也许有些人呢 他活在我们的身边 对上我感觉很遥远 我还是那句老话 我不要美丽的未来 如果再活远 就给一个你能够给我的现在 也许这个世界挺大的 所以我想说 好多好多时候 我们彼此能够遇到 真的是不容易 原来是你 我会珍惜 如果有一天 远近你去的话 我会选择放手 我会告诉自己 我爱过你 所有结局在这夜里 都已真心 爱到了底 都是我的 真心 所以在生命当中 总有一些人 能够令我们回眸 而这些人 总是在我们的空白当中 给着我们几道伤痕 也许有一些人让你牵挂 却不能够相守 对吗 也许有些东西让你羡慕 却不能够让你拥有 也许有一些错过 会让你留恋 却让你感觉到 此生此事 纵盛遗憾 因为爱 所有的时候会放手 因为放手 所以自己心中会沉默 因为懂得 所以心中会有一个回眸